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 Sony最新的Xperia 5.5 核手旗艦手機 現在這個時代可以說是影音平台稱霸的年代 Xperia 5.5它的相機跟功能 可以說就是為了這個影音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喔 用這個超小機身就可以打造出 類似單眼相機拍出來的效果喔 像是最新人像閃景 夜景超級清晰 4K 120fps 還有今天的六款濾鏡跟電影感的Ascinetone 像我這種不會影片調色的超級大懶人 用這台直接說出影片也是超級日系超級好看的喔 而且今年更加入了影片編輯功能 選完照片影片之後就可以一鍵幫你生成4K影片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這一台Xperia 5.5 它有哪一些特色 我們會教大家最新內建的影片製作器要如何使用喔 首先快速的看一下5.5.5它的外觀 合手旗艦真的不是叫假的 就算手小的人也可以單手完成所有事情 它的背面是一整片的霧面玻璃 那這一次總共有三款顏色可以選擇 台灣的官方命名是 挖褲黑、挖褲白跟挖褲藍 這麼特別的名字呢 其實是取自於日語挖褲挖褲的 諧音所命名的非常的日系 那大家看到手上的藍色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低飽和非常耐看的藍色 那它的螢幕呢是屬於21比9斬強型的螢幕 那它的解析度是Full HD Plus 6.1吋全新SDR OLED螢幕 那手機的上方還有一個3.5mm的耳機孔 下方則有一個擴充SD卡跟SIM卡的2和1卡槽 那這個地方蠻特別就是它其實是可以直接摳出來的 還蠻方便的這樣子 那這次晶片呢是採用高通S8 Gen2 跟石墨烯總量增加40%的全新散熱設計 打遊戲啊拍大片都是沒有問題的 電池的部分則是5000mAh的大電池 正常使用一天都至少還會有一半以上的電量 去影域超強的 像是那天我帶它去外拍一整個下午 就是沿路拍照錄影啊 然後至少有4個小時吧 電量也才從90幾下降到77% 我還蠻訝異的 雖然講到這隻手機的大重點 就是拍照或錄影都超好看的相機 我覺得SUNY的手機真的是 隨便拍隨便錄影色調都超級好看的 那這個Fight Moffat更是如此喔 那Fight Moffat它跟iPhone15一樣是搭載了兩顆鏡頭的設計 但其實它提供了等同三個鏡頭 包含了超廣角16mm 主鏡頭24mm跟兩倍48mm等三個焦段喔 大家很多國分也都知道 蘋果手機大多也都使用Sony家的感光元件 這次Xperia Fight Moffat它的主鏡頭感光元件 是採用Sony最新旗艦級的雙層式感光元件 具備很好的感光能力及降噪效果 也因為這樣子呢 雖然它只有兩顆鏡頭 但是透過新的科技 可以同時機緣應用於24mm 和具備相當於兩倍光學焦段拍攝能力的48mm焦段 讓更多取景範圍都能享有無損畫質 同時受益於這個新的感光元件跟演算法 夜拍模式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喔 就算是兩倍望遠也可以拍出明亮清晰的照片 另外呢 這配合這是全新的人像散景模式 那蠻特別的就是這次在前景預算的部分呢 大家會看到它是一個非常自然的處理喔 這樣子拍攝人像呢 也可以介紹出接近單眼相機的效果 它的邊緣處理都非常的好 相機裡面另外我最愛的 就是它的內建綠鏡Creative Look 總共有六款創意觀光可以選擇 那裡面呢 其實都是比較偏日系低飽和的感覺喔 超愛 那在錄影的部分蠻特別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打開Ascenotone 這個功能其實是來自於Sony的數位相機 它可以讓你的錄影拍出一個電影感 它不用調色就超級好看 像是如果你要錄Vlog就非常的適合 感覺出國就超好用的 另外FiveFive也支援4K 120fps 在相機裡面就可以直接選擇囉 拍慢弄作片花超級好用的 例如說你要拍一些細節啊 或是營造氛圍感都非常好用 那為了影響短影響的需求 這次FiveFive還推出了內建的獨家剪輯功能喔 我跟你講這個最強的是什麼 它可以自動幫你剪片 而且它還可以支援最高4K畫質輸出喔 在桌面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影片製作器 按下去 那這邊呢 你就會看到你所有編輯過的專案喔 然後呢我們就按最上面的新專案 那這個畫面就是讓你來選擇 你要加入的影片跟照片 上面這邊還有幫你分類 例如說你今天只有要選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選影片這樣子 那它是可以多選的 然後你點進去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影片的內容是不是你要的 而且它也可以支援4K 120fps的影片 慢動作也不會掉針喔 那我們現在選完了看到下面呢 它有兩個按鈕分別是 自訂編輯跟自動編輯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右邊的自動編輯 它可以無腦快速的生成影片喔 點下去 然後這邊呢 你就可以選擇影片的長度還有音樂 那像長度的部分呢 你可以選擇50秒到無限長 那例如說我想要新增30秒的影片 那音樂的部分呢 它裡面有12首可以選 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境選擇啦 或者是你可以讓它自己選也OK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加速的選項 看你要不要開 接著我們按下面的開始 它就會自動生成影片囉 喔超級快的耶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自訂編輯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整個介面 它下面這一排軌道呢 是編輯列跟時間線 例如說你的音樂或字卡 要在幾分幾秒出現的話呢 就會顯示在這邊 那你可以用兩隻手指頭 放大跟縮小這個時間線 那下面這一排呢 就是編輯功能 那在剪片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蠻重要的 就是目標的選擇 什麼叫目標的選擇呢 就是你下面的這一排 編輯按鈕 會隨著你選擇的目標改變喔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 什麼都沒有選的話呢 它就是主選單 那選了音樂或是文字的話 都會有不同的選單跑出來 例如說我現在選擇這個音樂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綠色螢光的框框喔 所以它下面的這一排編輯 就會變成針對這個音樂的編輯項目 那如果我要回到總編輯選單的話 我就按一下空白處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片段編輯的部分 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有前後兩個把手 接著你就可以調整它開頭跟結尾 那你長按它也可以調整排序 就是可以拖到別的地方重新排序 那下面這些編輯列 可以針對這個片段切割啊 或調快速度或調慢 或是在音量的部分你也可以去調整 那另外蠻特別的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濾鏡的部分喔 例如說我想要套用這個濾鏡的話 我再點一下這個濾鏡 它就可以去調整它的濃淡程度 那在濾鏡的這邊還有一個調整喔 進來就可以調整更細部的項目 例如說曝光啊或對比 那全部調整完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整部影片都套用的話 也記得要按下面這個套用字全部 它整個影片才會維持一樣的濾鏡 這邊還有旋轉或者是這個位置 它是針對更細部的調整片段的時間點喔 然後後面呢還有複製或是取代片段 那編輯這個片段完成之後 我們按一下空白處就會回到主選單 好那我們看到主選單的部分喔 第一個是匯入 就是當你今天想要額外插入圖片或是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然後再來是新增音樂的部分喔 那除了可以選擇它內建的音樂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你手機裡面的音樂喔 就是看到上面的這個本機 選擇完之後它就會出現這個音樂的時間軸 你長按這個音樂的片段 就可以拖移調整它出現的時間點 然後你也可以調整前後的把手來調整它的開端 然後在主選單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第三個文字喔 就是可以新增字卡 那我們看到這個字型的部分裡面 還可以選擇日文喔 就還蠻可愛的 但是這個日文也不是全部的中文都有支援啦 只是剛好我寫的這些字都有支援而已 那一樣在這個時間線的部分 你也可以調整它出現跟消失的時間 只是我覺得因為它還蠻細的 所以不太好選 還有另外一個消費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要選字卡 也可以直接點它這樣子 那在主選單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個長寬比喔 譬如說短影音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現在的這個9比16 那一般的像是YouTube影片的話 橫式的就是16比9 後面還可以選擇匯出的設定 這邊可以選擇解析度跟影格率 那解析度的部分呢 最高可以選擇4K 那影格率的部分可以選擇2、4、30跟60 就是看你的影片是拍什麼幀率去選擇 那一般來說我自己會選擇24F比較有電影感 那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輸出 那按照你的檔案大小輸出時間會不一樣 那4K會稍微久一點點 那例如說我現在這個是2分48秒的影片 我們來看看它會出多久 那我用過那麼多剪輯軟體呢 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沒有廣告 也不需要付費 然後也沒有浮水印 而且它的畫質也可以輸出到4K 因為很多軟體其實這個功能是要付費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開始嘗試 簡單的影音編輯 或是日常影片留念的話呢 就可以用用看這個最新的功能喔 那最後呢我自己使用這支FileMuFile下來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有一種把單眼 放到小手機上面的感覺 就是帶出門完全不會有負擔 下次下個月我要去日本 我就會非常想要用它來錄Vlog之類的 因為像它這樣子小小一支 就可以拍出非常美的人像三景啊 或是拍了4K的影片都超美的 所以其實你不太需要另外調色 也可以直接把它發在Instagram或是Facebook上面 而且除了它的相機功能非常強大之外呢 它的續航力也非常的強 像是那天我外拍了一個下午 大概才耗了20多%的電保 然後它也有高通S8 Gen2的高效能 在日常使用上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最近也開始很喜歡用這台來追劇 或是玩遊戲 很喜歡它的螢幕HDR還有雙喇叭的表現 覺得更加提升的隨身使用小螢幕 享受影音娛樂的體驗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它加上了快速剪片的新功能 讓每個人都可以輕鬆完成影片 上傳IG Reels等影音平台 真正臨時差的與親友分享生活裡的精彩時刻 可以說是影音創作的最佳選擇 那我們今天這台Sony Xperia 5.5 也是切斗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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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